白色郁金香花语 专家介绍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语生命科学学院 农学博士 楼娟 白色郁金香的花语 是纯洁的爱 白色郁金香是百合科的 多年生草本花卉 原产于地中海及中亚地区 是土耳其 荷兰等国家的国花 郁金香是常日照花卉 每天要保证八小时以上的光照 才能正常开花 在光照不足的地区 可以用补光灯在夜间补充光照 郁金香洗微酸性土壤 可以用原土 和沙 腹熟有机肥和微量的硫酸亚体 按比例混合配置 在开花后还要及时的补充 含硫酸亚体的肥料 白色郁金香耐含性比较强 可以在零下14度的气候下成功跃动 因此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东洁 都不需要任何保暖措施 白色郁金香能够体现出 爱情中纯净的一面 也稍稍含有试炼的意思 将其送给自己的女性长辈时 有着赞美其品德高雅 气质显雅的寓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